海的味道,山的味道 终于,小豆豆盼望已久的海的味道,山的味道的午饭时间开始了 要说这海的味道,山的味道,原来是校长先生要求的盒饭的菜肴 一般来说,学校对学生们的盒饭有所要求是 会这样对家长说,请注意不要让孩子养成偏食的习惯 或者,请注意营养的全面和均衡之类 但八学员的校长先生却只是这样拜托家长们 请让他们带来海的味道和山的味道 山的味道,比如说蔬菜啦,肉啦 当然,肉并不是在山上得到的 不过,大致区分以下的话 牛啊,猪啊,鸡啊,都是生长在陆地上的 就归入山的味道里面 海的味道则是鱼啦,红烧海味什么的 总之,盒饭的菜里一定要有海里和山上出产的东西 小豆豆的妈妈非常敬佩校长先生 她认为,能够把想说的话如此显恋地表达出来 这样的成年人,除了校长先生之外,没有第二个了 而且,对妈妈来说,把山里和海里出产的食物分开来 在考虑做什么菜的时候,就不觉得麻烦了 这也挺奇怪的,校长先生还说 尽管要有海里和山上出产的东西 但千万不要太勉强,不要太奢侈 山味用红烧牛棒丝和煎鸡蛋 海味用干煎鱼就可以了 还有更简单的海味和山味的例子 那就是紫菜和梅子干 正像小豆豆第一次见到 而且非常羡慕的那样 孩子们在午饭时间里 兴奋地盼着校长先生来看自己的盒饭 问,海的味道和山的味道都有了吗? 真是让人开心 而且,孩子们还可以学到 什么是海里的东西,什么是山上的东西 经常会有令人吃惊的发现 不过,偶尔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有的妈妈一时很忙 做这做那应付不过来 孩子们的盒饭里只有海味或者只有山味 这时候怎么办呢? 一点也不用担心 因为,在过来看盒饭的校长先生身后 跟着校长夫人 夫人系着白色围裙 两只手里各拿着一个锅 每当校长先生看到没有带购菜的孩子 就说,海 于是,校长夫人就从放海味的锅里 取出两个煮的鱼肉卷 放在放盒盖上 如果先生说的是山 夫人就会从另一个放山味的锅里 取出一块煮山芋 就这样,没有一个孩子说 讨厌吃鱼肉卷之类的话 也没有一个孩子会有 谁的菜很高级 谁的菜总是很寒酸这样的想法 只要盒饭具备了海的味道和山的味道这两样 孩子们就会非常高兴 笑着闹着,吵吵嚷嚷的 小豆豆好不容易明白了 什么是海的味道,山的味道 不禁有些担心 妈妈今天早晨匆匆忙忙做出来的盒饭 会不会有什么问题呢 可是,一打开盒饭的盖子 小豆豆差点挖的一声叫出来 因为,这实在是一个绝妙的盒饭 漂亮的让人目瞪口呆 黄色的煎鸡蛋 绿色的豌豆 茶色的鱼松 还有炒得松松的粉红色的雪鱼籽 五颜六色的 看上去像花圃一样漂亮 校长先生看了一下小豆豆的盒饭 赞叹说,真漂亮啊 小豆豆非常开心 说,妈妈可会做菜了 校长先生说了声,是吗? 指着茶色的鱼松问 这是海里的东西,还是山上的? 小豆豆盯着鱼松 是什么呢? 要是从颜色看,好像是山上的 因为是土一样的颜色嘛 可是,拿不定主意 于是他回答道,我不知道 于是,校长先生大声地问孩子们 鱼松是海里的,还是山上的? 孩子们想了一下 然后,山上的和海里的声音响成一片 却没有一个一致的意见 等大家的叫声停下来 校长先生说 好了吗?鱼松是海里的呀 为什么? 一个胖胖的男孩问 校长先生站到桌子围城的大圆圈中间 解释说 鱼松呢,是把鱼刺从鱼肉里挑出来 把鱼肉切得细细的 然后炒一炒才做出来的 哦,大伙发出佩服的声音 这是有人说 老师,我想看看小豆豆的鱼松可以吗? 校长先生说 可以啊 于是,学校里的孩子们都纷纷站起来 过来看小豆豆的鱼松 有的孩子本来就知道鱼松,也吃过 但是由于刚才的这一番话 又对鱼松发生了兴趣 也有的孩子想看看 自己家的鱼松和小豆豆的 是不是有什么不一样 来看鱼松的孩子们 有的还闻一闻味道 小豆豆有点担心 鱼松会不会被鼻子呼出来的气吹跑了 小豆豆的第一次午饭时间 虽然有点紧张,但非常开心 思考什么是海的味道,山的味道 也很有趣 还知道了鱼松是鱼做的 而且,妈妈把海的味道 山的味道的盒饭准备得这么好 一切都让人高兴 小豆豆这么想着,觉得非常开心 而且,还有另外一件开心的事 那就是,妈妈做的盒饭味道好极了 小豆豆的盒饭准备得很高兴